大家好,我是Amy 搬家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但是找搬家公司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 毕竟把我们的物品托付给一个陌生人 会让我们感觉到不放心 但是有些人在搬家之前只是匆匆的打个电话 或者是在网络上随便寻找一个搬家公司 就开始搬家 最后却发现这个搬家公司不尊重我们的物品 或者是诚信缺失 甚至会多收费用 不为损坏的物品负责等等 遇到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头痛 一般来说有信誉的搬家公司 都会为顾客提供书面的详细资讯 这时我们应该仔细的查看再做定夺 而且服务良好的公司都会乐于提供过去顾客的资料 让您亲自去查看作为参考 我们也可以自己到Better Business Beer的网页上去查一查 该公司有没有投诉记录 网页的地址是3w.bbb.com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聊一聊 如何能找到有信誉的搬家公司 首先我们应该找多个搬家公司来到家里估价 对比之后再做定夺 而且要确定搬运公司有合法的注册 并且买了保险才可以放心雇佣 在周际之间的搬家公司 应该为顾客提供一个DOT号码 它是美国交通部机动车辆安全管理局规定必须要有的 您呢也可以到Protectual Room的网站上去查询 如果是在某州内运行的公司呢 可以去该地的政府查询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到当地的消费者保护中心或者是商业局去查询这个公司的信誉 还有呢我们要记得不能以价格的多少来决定您的选择 因为呢这很可能会得到不好的服务质量 我们应该综合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如果您要搬到另外一个州去呢 搬家公司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份联邦规定的搬家须知 其中呢会告诉您如果东西丢了您应该如何处理 而且呢您也可以在Protectual Room的网站上得到这份续知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搬家的小窍门 在搬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亲自在现场监督他们的工作直到他们离去 而且要随着搬家公司清点物品回答他们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要仔细的阅读所有的搬家文件才能去签字 比如说呢要看清楚费用服务的项目搬家合同物品的种类等等 如果在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去签署这个搬家合同 还有呢我们要保留着搬家合同 直到所有的东西都安全到达没有出现任何错误为止 并且呢在搬运卡车离开之前 我们应该仔细的检查一下所有的物品 确定没有任何的遗漏再开始搬家 那搬家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记得给您的司机新家的地址和详细的路径指南 并告诉搬运公司在搬家期间呢应该如何跟您联络 还有呢当搬运卡车将物品送达到目的地时 我们应该在新家等待他们 而且呢不要忘记带上清单以便查询物品 最后呢我们还应该根据合同上的说明为司机付款 监督他们下货开箱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箱子后才能去签字 那如果呢您能注意以上的这些问题就可以让您的搬家工作更为顺利 今天呢关于搬家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